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在那里乱纷纷讲论 菩萨与众仙相见弊 众仙备言前世 菩萨道 既无圣会又不传卑 如等可跟平僧去见玉帝 众仙怡然随往 这通明殿前 早有四大天师赤脚大仙等众 聚在此迎着菩萨 即到玉帝烦恼 调遣天兵 勤怪未回等音 菩萨道 我要见见玉帝 凡为转奏 天师秋红记 急入灵霄宝殿 其之轩入 时由太上老君在上 王母娘娘在后 菩萨隐众同入里面 与玉帝礼弊 又与老君王母相见 各坐下 便问 盘桃盛会如何 每年请会喜喜欢欢 今年被妖猴作乱 甚是须妖也 妖猴是何出处 妖猴乃东盛神州 熬来国花果山 石卵化生的 当时生出 即木韵金光 射冲斗府 始不介意 继而成精 降荣伏虎 自消死吉 当有荣王严王起奏 朕欲擒拿 是长庚星起奏道 三界之间 凡有九窍者 可以成仙 朕即施教御贤 宣他上界 封为御马间 毕马温官 那思贤物官小 返了天宫 积差李天王与哪吒太子收降 又降召福安 宣致上界 就逢他作恶 齐天大圣 只是有官无路 他因没事干管理 东游西荡 朕又恐别生事端 拙他代管 盘桃园 他又不遵法律 将老树大桃 进行偷吃 极致社会 他乃无路人员 不曾请他 他就设计 转哄赤脚大仙 却自便他相貌 辱会 将仙瑶仙酒 尽偷吃了 又偷老君仙丹 又偷玉酒若干 去与本山众侯享乐 真心为此烦恼 雇掉十万天兵 天罗地网收服 这一日不见回报 不知胜负如何 菩萨文言 急命会暗行者道 你可快下天宫 到花果山 打探军情如何 如遇相敌 可就相助一功 务必地识回话 会暗行者整整一群 执一条铁棍 驾云离雀 静至山前 见那天罗地网 秘密层层 各营门提灵贺耗 将那山围绕得水泄不通 会暗立住叫 把营门的天丁 反你传报 我乃李天王二太子 木叉 南海观音大徒弟 惠岸 特来打探军情 那营里五岳神兵 即传入园门之内 早有虚日蜀 卯日鸡 星日马 防日兔 江炎 传到中军帐下 李天王发下令旗 叫开天罗地网 放他进来 此时东方才亮 灰岸随其进入 见四大天王 与李天王下拜 拜起 李天王道 孩儿 你自哪乡来者 于南随菩萨 赴盘道会 菩萨见圣会荒凉 摇持寂寞 引众仙并于南 去见玉帝 玉帝备言父王等 下界收服妖猴 一日不见回报 胜负未知 菩萨一命于南 到此大听虚实 昨日到此安营下寨 着九要星挑战 被这司大弄神通 九要星 距败走而回 后我等亲自提兵 纳斯也排开阵势 我等十万天兵 与他混战至晚 他使个分身法战退 即收兵查开时 只捉得些狼虫虎豹之类 不曾捉得他半个妖猴 今日还未出战 说不了 只见园门外有人来报到 那大圣引一群猴精 在外面叫战 四大天王与李天王并太子 正义出兵 牡叉道 父王 于南蒙菩萨吩咐下来打探消息 就说若遇战时可助一功 今不才愿往 看他怎么个大圣 孩儿 你随菩萨修行这几年 想必也有些神通 切须在意 好太子双手拎着铁棍 速一速秀衣 跳出园门 高叫 哪个是齐天大圣 大圣挺如意棒 迎声道 老孙便是 你是圣人 者敢问我 无奈李天王第二太子木叉 今在观音菩萨宝座前 为徒弟护教 法名 慧暗师也 你不在南海修行 却来此见我作甚 我蒙师傅拆来打探军情 见你这般猖狂 特来请你 你敢说那等大话 且休走 是老孙这一棒 木叉全然不惧 使铁棒匹手相迎 他两个立那半山中 圆门外这场好斗 棍虽队棍铁个仪 兵纵交兵人不同 一个是太医散仙 胡大圣 一个是棍金徒弟正元龙 混铁棍乃千锤打 六丁六甲运深宫 如一棒是天河定 正海神针法力红 两个相逢 针对手 往来解数十无穷 这个的阴手棍 万千凶 残腰棍所急如风 那个的夹枪棒 不放空 左遮右挡怎相容 那阵上惊奇闪闪 这阵上脱骨东东 万元天将团团绕 一栋妖猴处处从 怪物愁云 慢地腐 狼煙煞去射天空 左朝混战 还忧可 今日真实更又凶 看木猴王真本事 木叉腹败 右朝生 这大圣与惠岸战经五六十河 惠岸必绑酸麻 不能应敌 虚晃一晃 败阵而走 大圣也收了猴兵 安扎在洞门之外 只见天王营门外 大小天兵 接住了太子 让开大路 进入园门 对四天王 李托塔 哪吒 启哈哈的 唇膝未定 好大圣 好大圣 着实神通广大 孩儿战不过 又败阵而来也 李天王见了心惊 急命携表求助 便拆大力鬼王 与木叉太子 上天启奏 二人当时不敢停留 闯出天罗帝王 夹起瑞爱祥云 须于 敬之通明殿下 见了四大天师 引之灵霄宝殿 呈上表彰 慧安又见菩萨师礼 菩萨道 你打探的如何 使领命到花果山 叫开天罗帝王门 见了父亲 道师父拆命之意 父王道 昨日与那侯王 战了一场 只捉得他 虎豹狼虫之类 更为捉他 一个侯精 正讲间 他又所战 使弟子 使铁棒 与他战经五六十和 不能取舍 败走回营 父亲因此 拆大力鬼王 同弟子 上界求助 菩萨低头思存 却说玉帝 一拆开表彰 见有求助之言 笑道 猴呢 这个侯精能有多大手段 就敢敌过十万天兵 李天王又来求助 却将哪路神兵 助之言 言未必 观音 何掌起奏道 陛下宽心 平僧举一神 可情这侯 所居者 何神 乃陛下令声 显胜二郎真君 现居灌州灌江口 享受下方香火 他昔日 曾立诸六怪 又有梅山兄弟 与帐前一千二百草头神 神通广大 乃他只是听调不听宣 陛下可降一道调兵旨意 着他助力便可情也 玉帝文言 急传调兵的旨意 就差大力鬼王基调 那鬼王领了旨 急驾起云 静至灌江口 不休半个时辰 直至真君之庙 早有把门的鬼盼 传报至礼道 外有天使 彭旨而至 二郎急与众弟兄 出门迎接旨意 焚香开毒 旨意上云 花火山妖猴 齐天大圣作乱 因在宫偷逃 偷酒 偷丹 搅乱 盘逃大会 献着十万天兵 十八驾天罗地网 围山收服 未曾得胜 今特调 贤声同意兄弟 吉父花火山 助力搅除 成功之后 高声重赏 真君大喜道 天使请回 武当就去拔刀相助 鬼王回奏不提 这真君急患 梅山六兄弟 乃康 张瑶礼 四太尉 郭甲 直见二将军 聚集殿前道 十财玉帝 调遣我等往花火山 收降妖猴 同去去来 众兄弟 俱欣然愿望 吉典本部神兵 甲婴千拳 踏弩张弓 纵狂风 煞时过了东洋大海 静置花火山 见得天罗地网 秘密层层 不能前进 阴交道 把天罗地网的神将听着 无奈二郎显胜真君 蒙玉帝调来 勤拿妖猴者 快开营门放行 一时各神一层层传入 四大天王与李天王 拒出原门迎接 相见弼 问及胜败之事 天王将上相氏 悖臣一变 真君孝道 小圣此来 必须与他斗个变化 列宫将天罗地网 不要漫了顶上 只四围紧密 让我赌斗 若我疏于他 不必列宫相助 我自有兄弟扶持 若赢了他 也不必列宫绑腹 我自有兄弟动手 只请拖塔天王 与我使个照妖镜 助力空中 恐他一时败阵 逃窜他方 且许与我照耀明白 我走了他 天王各居四围 众天兵各挨排列阵去齐 这真君领着四太位 二将军连本身七兄弟 出营挑战 吩咐众将 谨守营盘 收拳了鹰犬 众草头神得力 真君直到那水帘洞外 见了一群猴 齐齐整整 排作个盘龙阵士 中军领力赶齐 上书齐天大胜四字 真君道 那颇妖怎么称得起 齐天之之 且休赞叹 叫战却来 是啊 那英门小猴 见了真君 急走去报之 那猴王急撤金箍棒 整黄金甲 登步云旅 按一按紫金棺 腾出盈口 急征金观看 那真君的相貌 果是清奇 打扮得又秀气 真个是 衣容清俊 貌堂堂 两耳垂间 目油光 头戴三衫 飞凤帽 身穿一领 淡鹅黄 女巾削衬 盘龙袜 玉带团花 八宝装 腰胯弓 心悦样 手指三尖 两刃枪 俯披桃衫 曾旧母 弹打棕罗 双凤凤 李珠八怪 声名远 一节眉山 七圣行 心高不认 天家眷 信傲归神 祝冠江 赤诚招会 英灵圣 闲话无边 好二郎 大圣见了 小兮兮的 高叫道 对 你是何方小将 者敢大胆到此挑战 你这死有眼无珠 认不得我吗 无奈玉帝外甥 是逢昭惠 贤圣灵王二郎事业 金蒙尚命 到此请你这 反天宫的 毕马文胡孙 你还不知死活 我记得当年 玉帝妹子 斯凡下界 配合阳君 生一男子 曾师傅 披逃杀的 是你吗 我行要骂你几声 怎奈无甚冤仇 但要打你一帮 可惜了你的性命 你这郎君小辈 可急急回去 唤你四大天王出来 真君文言 心中大怒道 破猴 休得无礼 吃我一人 大圣侧身躲过 急举金箍棒 披手相还 他两个这场好杀 召会二郎神 齐天孙大圣 这个兴高七敌美猴王 那个面生鸭服真凉重 两个诈相逢 个人皆赌性 同来为时浅和身 今日方之轻与众 铁棒赛飞龙 身风如五凤 左挡右攻 前迎后应 这阵上 眉山六地驻威风 那阵上 马流四将传军令 摇旗雷骨 各其心 呐喊筛罗都助兴 两个钢刀有剑机 一来一网无私奉 金箍棒是海中针 变化飞腾能取胜 若海森慢命该修 但要掐尺 为圣登 真君与大圣斗精三百余和 不知胜负 那真君抖擞神威 摇身一变 变得身高万丈 两只手 举着三尖两刃神风 好便似华山顶上之风 青脸獠牙 珠红头发 恶狠狠 望大圣 着头就砍 这大圣也使神通 变得与二郎身躯一样 嘴脸一般 举一条如意金箍棒 却就如昆仑顶上的晴天之柱 抵住二郎神 吓得那马刘元帅 战兢兢 摇不得惊奇 崩巴尔将 虚切切 使不得刀剑 这镇上 康张摇礼 郭甲执剑 传号令 撒放草头神 向他的水帘洞外 纵着鹰犬 大弩张弓 一起掩杀 可怜冲散 妖猴四剑将 捉拿灵怪 二三千 那些猴 抛割弃甲 撇剑丢枪 跑得跑 喊得喊 上山的上山 归动的归动 好似野猫金苏鸟 飞洒满天星 众兄弟得胜 不提 却说 真君与大圣 变作法天相地的规模 争斗时 大圣呼见 本营中 有猴惊散 自觉心慌 收了法相 撤棒抽身就走 真君见他败走 大步赶上道 喷 哪里走 趁早归降 饶你性命 大圣不练战 只情跑起 将进洞口 正撞着 康章摇礼四太尉 郭甲直剑 二将军 一起率众挡住道 破侯 哪里走 哪里走 破侯 大圣慌了手脚 就把金箍棒 捏作个绣花针 藏在耳内 摇身一变 变作个麻雀 飞在树梢头盯住 那六兄弟 慌慌张张 前后寻觅不见 一起吆喝道 走了 这侯金也 走了 这侯金也 正壤处 真君到了 温 兄弟们 赶到那像不见了 才在这里 围住 就不见了 二郎 云征凤雾观看 见大圣 变了麻雀 钉在树上 就收了法像 劈了神风 写下弹弓 摇身一变 变作个身松阳 斗开赤 飞浆去扑打 大圣 见了 嗖的一赤飞齐去 变作一只 大瓷老 冲天而去 二郎见了 几斗灵毛 摇身一变 变作一只 大海鹤 钻上云霄雷迁 大圣又将身 暗下 入箭中 变作一个云 催入水内 二郎赶至箭边 不见踪迹 心中暗想道 这狐森必然下水去 定变作鱼虾之类 等我再变变拿它 我一变 变作个鱼鹰 飘荡在下流头 拨面上 等待片时 那大圣便云 顺水正游 忽见一只飞禽 似青庄 毛片不轻 似鹿丝顶上无鹰 似老冠 腿又不红 想伤二郎 变化了 等我来 急转头 打个花就走 二郎看见到 打花的鱼 似鲤鱼尾巴不红 似鲑鱼鳞片不见 似黑鱼头上无心 似房鱼塞上无针 他怎么见了我就回去了 必然是那猴变的 赶上来 刷得啄一嘴 那大圣就窜出水中 一变 变作一条水蛇 游进岸 钻入草中 二郎因牵他不着 他见水响中 见一条蛇窜出去 认得是大圣 急转身 又变了这一只 朱绣顶的挥鹤 伸着一个长嘴 与一把尖头铁钳子相似 竟来吃着水蛇 水蛇跳一跳 又变作一只花宝 暮暮初初地 立在料厅之上 二郎见他变得低贱 花宝乃鸟中 至箭至银之物 不拘轮凤鹰鸦 斗鱼交群 故此不去龙旁 极限圆身 走将去取过弹弓拽满 一担子把他打个龙肿 那大圣趁着机会 滚下山崖 扶在那里又变 变一座土地庙 大张着口四个庙门 牙齿变作门扇 舌头变作菩萨 眼睛变作窗柄 只有尾巴不好收拾 竖在后面变作一根 齐杆 真君赶着牙下 不见打倒的宝鸟 只有一间小庙 急睁凤眼 仔细看之 见齐杆立在后面 笑道 是这狐孙了 他竟又在那里哄我 我也曾见妙语 却不曾见一个 齐杆竖在后面的 断是这畜生弄轩 他若哄我进去 他便一口咬住 我怎肯进去 等我彻拳先到窗林 后替门扇 大圣听得心惊 道 好狠好狠 门扇是我牙齿 窗林是我眼睛 若打了牙 倒了眼 这怎么是好 扑的一个胡跳 又冒在空中不见 真君前前后后乱赶 只见四太尉 二将军一起拥制道 兄长 拿住大圣了吗 那猴儿才变作土地庙哄我 我趁要倒他窗林 踢他门扇 他就纵一纵 又秒无踪迹 可怪可怪 众皆恶然 死亡更无形影 真君道 兄弟们再次看守巡逻 等我上去寻他 即纵身驾云 起在半空 见得李天王高情照妖镜 与哪吒助力云端 真君道 天王 曾见那猴王吗 不曾上来 我这里照着他来 真君把那赌遍话弄神通 拿群猴仪式说弊 却道 他便妙语 这么大处就走了 李天王闻言 又把照妖镜四方一照 呵呵地笑道 真君 快去快去 那猴使了个隐身法 走去迎围 往你那灌江口去 二郎听说 汲取神风 回灌江口来赶 却说那大圣 一致灌江口 摇身一变 变作二郎爷爷的模样 按下云头 进入庙里 鬼盼不能相认 一个个磕头迎接 他坐中间点茶香火 见李虎败还的三生 张龙许下的宝符 赵甲求子的文书 钱柄告病的良愿 正看出有人报 又一个爷爷来了 众鬼盼 积极观看 无不经心 真君却道 有个什么奇天大圣 才来这里否 不曾见什么大圣 只有一个爷爷 在里边查点了 真君撞进门 大圣见了 献出本相道 对 郎君不嚣嚷 妙于以姓孙嘛 这真君急举三间两刃神风 劈脸就砍 那猴王使个身法 让过神风 撤出那绣花枝 晃一晃 晚来粗细 赶到前 对面相还 两个嚷嚷闹闹 打出庙门 半雾半云 且行且战 复打的花果山 荒诞的四大天王等众 低防御谨 这康章太尉等迎着真君 何心努力 把那美猴王围绕不提 画表大力鬼王 急调了真君 与六兄弟提兵 勤魔去后 却上戒回奏 玉帝与观音菩萨 王武并众仙卿 正在灵霄殿讲话 道 既是二郎已去复战 这一日还不见回报 观音和掌道 平僧请陛下同道祖 出南天门外 轻去看看虚实如何 言之有理 几百家同道祖 观音 王武与众仙卿 至南天门 早有些天丁 帝氏接着 开门摇关 只见众天丁布罗网 围住四面 李天王与哪吒 请照妖镜立在空中 真君把大圣围在中间 纷纷独斗了 菩萨开口对老君说 平僧所举二郎神如何 国有神通 已把那大圣围困 只是未得擒拿 我如今助他一功 绝拿助他也 菩萨将圣兵器 怎么助他 我将那静平洋柳 抛下去 打那猴头 即不能打死 也打个一跌 叫二郎小圣 好去拿他 你这瓶 是个瓷器 准打着他便好 如打不着他的头 或撞着他的铁棒 却不打碎了 你切莫动手 等我老君助他一功 你有什么兵器 有有有 陆琪一袖 左膀上取下一个圈子 说道 这兵器乃昆纲团练的 被我将还丹点成 养就一身灵气 善能变化 谁火不侵 又能套诸物 一名金刚拙 又名金刚套 当年过寒关 化狐为佛 甚是亏他 早晚最可防身 等我丢下去 打他一下 画壁自天门上往下一贯 滴溜溜 静落花果山银盘里 咳咳地 啄猴王头上一下 猴王只顾苦战七圣 却不知天上坠下着兵器 打中了天灵 力不闻脚 跌了一跤 爬将起来就跑 被二郎爷爷的戏拳赶上 赵腿肚子上一口 又扯了一跌 他睡倒在地骂道 这个黄人 不去访家长 却来养老孙 急翻身爬不起来 被七圣一拥按住 急将绳索捆绑 使勾刀穿了琵琶骨 再不能变化 那老君收了金刚拙 请玉帝同观音 王母 众仙等 聚回灵霄殿 这下面四大天王 与李天王诸神 聚收兵拔债 尽前向小圣贺席 都道 此小圣之功也 此乃天尊弘福 众神威权 我何功之有 兄长不必多叙 且押着私 去上界见玉帝 请旨发落去也 贤弟 如等未受天路 不得面见玉帝 叫天甲神兵押着 我同天王等上界回旨 你们率众再次搜山 搜尽之后仍回灌口 带我请了赏 讨了功 回来同乐 四太尉二将军 一言领诺 这真君与众 极驾云头 唱凯歌 得胜朝天 不多时 到通明殿外 天师齐奏道 四大天王等众 已捉了妖猴 齐天大圣了 来此听宣 玉帝传旨 即命大力鬼王 与天丁等众 压至斩腰台 将这丝碎堕其事 哎 正是 气狂今遭 行献苦 英雄气概 等时休 毕竟不知 那侯王性命如何 且听 下回分解 第一期读西游记 今天咱们来讲讲 第六回 观音复会 问原因 小盛失威 降大盛 这回啊 孙悟空 搅乱了盘桃会 玉帝派遣十万天兵 包围了花果山 结果 竟然半根猴毛也没抓到 连南海观音的徒弟 木叉也连连败对 这时候 观音 推荐了一位能人 谁啊 玉帝的外甥 二郎神 要说观音菩萨 那到底是观音 眼光就是高 这次 算是选对了人了 二郎神和悟空 大战三百回合 竟然把孙大胜 打得是落荒而逃 太上老君 趁此机会 丢下金刚套 打中了孙悟空的脑袋 二郎神又放出 笑天拳 咬住了孙悟空 终于算是 擒住了这位 齐天大圣 二郎神自称 小圣 居然降服了 堂堂的 齐天大圣 那这二郎神 究竟算是 何方神圣啊 这二郎神呢 换作 显圣二郎真君 平日住在 灌州 灌江口 又称 灌口 二郎 他也是个 了不得的主 每次出场啊 他都带着 眉山六兄弟 和仗前 一千二百草头神 排场很大 索惊之处 尝试飞沙走石 风浪遮天 毫不威风 归音呢 还特别强调了一句 二郎神 听吊 不听宣 什么叫听吊 不听宣呢 吊啊 就是调动 是军事命令 宣呢 是指御帝的行政指令 也就是说呀 二郎神 和御帝手下的那些 天庭公务员们 可不一样 人家在人间逍遥自在 只有在紧急情况下 你御帝才能调动二郎神 而平时御帝的命令 二郎神 可以不听 除了御帝呢 别人 谁都叫不动他 这也是因为他实力实在强大 连天庭啊 也敬他三分 前面 观音呢 已经介绍过了 这二郎神呢 是御帝的外上 实际上呢 两个人的亲戚关系啊 在宋代就有记载了 根据南宋开启年间的 赵惠灵险王感应悲剂记载 赵惠灵险王来自蜀川 是天地的后裔 这是宋朝啊 给二郎神的分号 他还有一个分号叫 清元庙道真君 那如此说来 二郎神还是四川人呢 说不定很爱吃麻辣火锅啊 不过二郎神和玉帝的关系啊 并不好 他们俩的过往恩怨呢 原文呢 已经提到了 就是 俯披陶山曾救母 玉帝呢 曾经将他的妹妹 也就是二郎神的母亲 压在了陶山之下 二郎神是个孝顺孩子 从此就和玉帝 结下了梁子 要说这披山救母的事啊 还不是吴承恩凭空捏造的 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形成的 先说披山 二郎神原形有两个 一说是 披山门天王的次子 独剑二郎 怎么听得像日本人的名字 当然不是 一说是 战国时期 礼宾的儿子二郎 二郎啊 智勇双全 曾帮父亲一起修都江念 民间流传着 二郎神 早离对山 治水的事迹 后来呢 被演绎小说家 加工成了披山 再说救母 救母的关键词是孝 二郎神呢 被宋代人塑造成了中孝典范 宋人姚希德的 鼠三大神庙记 说清元君 为中为孝 这清元君呢 就是二郎神 二郎神为中为孝的形象啊 就这样一直流传到的明代 明初永乐大典礼 二郎神被封为 圣列文昭 宣灵 终人王 明朝天顺年间 二郎神庙的碑记里 又说二郎神是天性人孝 可见在明代 二郎神是孝子 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了 明家境年间呢 有一本书叫 二郎宝卷 这本书啊 详细讲述了 二郎神 披山救母的传说 二郎神的父亲 杨天佑 原本是上天金童 后来转世为人 母亲云花女 则是天上斗牛宫的主人 她因为贪恋旧情 夏凡和杨天佑 结为夫妻 后来这事 被玉帝发觉了 二郎神两岁的时候啊 母亲就被玉帝压在 桃山之下 等到杨二郎长到八岁后 听了神仙的指示 单山赶日 披山救母 母子才终获团聚 二郎神小小年纪 就失去了母亲 您想她能不怨恨吗 好了 我是和你一起读西游记的晚纲 咱们下回再见 是陈思成 我们今天继续上西 西游记 十万天兵天将 都奈何不了孙悟空 李天王 多少有点没面子 他的三太子哪吒 已经证明拿孙悟空没办法 他的二太子木叉 也就是观音菩萨的大徒弟 慧暗行者 也前来助攻 结果依然是败正而走 观音菩萨接到战败的消息 陈阴半天 说出一个建议 建议玉帝 找二郎神帮助 但是二郎真君 只是听调 不听宣 对于观音菩萨的这个建议 值得好好分析 首先 为什么他要举荐二郎神 其次 为什么二郎神 是听调 不听宣 二郎神在民间 有一个重要的传说 如今 我们在悠闲状态 并且又有几分放荡不羁的时候 会用一个 有几柱侧弯之余的坐姿 那就是 翘二郎腿 这就是二郎神的 经典坐姿 四川灌口的二郎神像 就是这样的造型 二郎神是谁 西游记里 借孙悟空之口 明确说了 我记得 玉帝妹子思凡下界 配合杨军 生意男子 曾石府披桃山的 是你吗 话虽挑衅 事实 却基本不差 二郎神的母亲 就是玉帝的妹妹 她本人 就是玉帝的外甥 她的母亲姚姬 违抗天条 爱上了人间一个 姓杨的男子 并生下了二郎神 所以 被玉帝压在桃山之下 直到二郎神 十七岁时 才劈开桃山 救出母亲 之后的传说 众说纷纭 总之 二郎神 与天庭的对抗强度 与孙悟空相比 并不见低 原著中 对二郎神的描写里面 有这么两句 心高不认天家眷 性傲归神 助灌江 这其实 也间接地解释了 为什么二郎神 对玉帝 是听调 不听宣的关系 调 是调动 调配 里面有契约 或者帮忙的意味 而宣 则明显是 上级对下级的命令 网上有人做了一个 这样的比方 相当于民国时期 地方军阀 与国民政府的关系 国民政府 可以调动 地方部队抗日 但不能直接干预 他们的地方行政事务 这就是 听调 不听宣 观音菩萨 为什么举荐二郎神 切以为 这里面 有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方面 是能力 二郎神的实力 高于孙悟空 才有胜利的可能 第二个方面 是身份 二郎神 必须与孙悟空的 分量差不多 不能太高 否则天庭 也未免 有点丢脸 第三方面 是最微妙的 那就是 二郎神和孙悟空的道路 其实 有很多相似 这两位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起 叛逆精神 五亿高强 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共同点 一个是花过山 一个在灌江口 都在人间过得逍遥自在的生活 这也是一致的 一个有三尖两刃枪 一个有如意金箍棒 这很对称 一个是一劫眉山六兄弟 一个是结拜了七个大圣为七兄弟 这也很像 这么多的共同点加在一起 菩萨想起二郎神 举荐二郎神 不可说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 他们两人打斗的过程 真正是势均力敌 旗鼓相当 十分好看 从来为时浅和深 今日方之 清和重 这阵上眉山 六地驻威风 这阵上马流 四将传军令 说到孙悟空的核心技能 一是七十二变 一是金斗云 而这两者 二郎神也恰好都会 不但会 技能和段位 还在孙悟空之上 而且当时 孙悟空还没有在太上老君那里 修炼到火眼金睛 而二郎神 已经拥有火眼金睛一般的 识别能力了 当孙悟空第一个变化为 麻雀的时候 眉山六兄弟 只知是 走了这猴经也 只有二郎真君 一眼就看出端倪来 孙悟空和二郎神 朱变画的这场戏 是西游记原著里 花了浓墨重彩去写的一场戏 妙曲横生 很多细节 先说变化 孙悟空变成麻雀 二郎神就变成恶鹰 孙悟空变成大瓷老 二郎神就变成大海鹤 孙悟空变成一个鱼儿 二郎神就变成鱼鹰 孙悟空变成一条水蛇 二郎神就变成一只灰鹤 孙悟空变成一只花宝 这下二郎神不变了 因为花宝是鸟中质剑之物 所以二郎神干脆献了真身 取出弹弓来打 话说孙悟空也是很无赖 变不过二郎神 就变一个质剑之物 这不是比能力高 而是比谁底线低 就像围小宝一样 脸皮够厚就无敌 然后孙悟空又变成一座土地庙 尾巴在庙后面 树作一杆旗杆 二郎神正向他窗帘 踢他门窗 孙悟空纵身一跳 一个金豆云来到灌江口 他来干什么呢 他变成二郎神本人的模样 坐在庙里 见离虎败还的三生 张龙许下的宝符 赵甲求子的文书 钱柄告病的良愿 装模作样的时候 真二郎神进来了 孙悟空只好变回原形迎战 这里有一个妙处 假二郎神见到真二郎神 他只调笑道 郎君不消嚷 庙鱼已姓孙了 这里孙悟空的无赖嘴脸 非常生动 但也看得出 无赖后面对二郎神是服气的 所以立马献出原形 知道躲不过 细之后面 真假美猴王那一张礼 假猴王六尔弥猴 可没那么快地认假 两人跳到半空打斗时 天丁力士玉帝菩萨 都在观看 菩萨开口 对太上老君说 贫僧所举二郎神如何 这句话也值得注意 看得出 菩萨对他自己的这个推荐 十分满意 我们也可以想象 两人此时实力相当 但二郎神稍有优势 略一助力就能胜出 这一个助力 由太上老君贡献了 他贡献出了 他的金刚镯 这件兵器以后 我们将会再一次 与他相遇 在原著的第52回 太上老君的青牛下凡来 他的兵器 就是这个金刚镯 那个时候 我们将会知道 孙悟空再次 被这个老朋友 害得很苦 此时的齐天大圣 被金刚镯 打跌了一跤 又被二郎神的戏拳赶上 咬了一口 可谓背负受敌 二郎神和他的弟兄们 一拥而上 用钩刀 穿了孙悟空的琵琶骨 使他再也无法变化 至此 孙悟空 只能束手就擒 但 二郎神 才是这一回的主角 值得留意的是 此时他的言论 前面说过 传说中的二郎神 曾经像孙悟空 一样地叛逆飞扬 与天庭对抗 与玉帝为敌 翘着二郎腿的二郎神 似乎为他曾经的 放荡不羁 做着形象声明 然而此时 得胜的二郎神 却对他的六个兄弟说 若等未受天路 不得面见玉帝 叫天甲神兵压着 我同天王等上界回旨 你们率众 在此搜山 搜尽之后 仍回关口 这完全是体制内的强调 也是老练热衷于体制的言论 这是何等驯服和归从 与那个放荡不羁的二郎神 已经是不同了 好 感谢大家的聆听 我们的赏西先到这里 咱们下回再见